現在綠白之間有傳出 這個頻頻有中間人在做一些 觸合的動作 像剛才我們就有說 有人說在選前的一天 就是在選院長前一天 柯文哲還打電話給綠營的高層 談說那麼有沒有機會說是 山昌沛 結果綠營當然拒絕了 但是民眾能反擊 說是民進黨自己打來談條件的 到底是綠打去 還是白打去呢 現在其實已經不重要了 因為已經已成定局 就是韓國瑜當院長 只是現在呢 這個綠營跟白營身在兩方 現在的嫌隙越來越大 那麼柯文哲表示說 他已經忍到忍無可忍了 甚至還打算對民進黨提高 我會主張告民進黨發言人 還有告陶本合 就直接告他 為什麼 這種造謠的手段 我們受不了了 所以你有次見是你大佬嗎 不是 是你打電話來叫他給他 他們通過這個運氣大佬 所以民進黨有要求說 要保證出 我跟你講喔 這種蠻嘴謊言的政黨 我再受不了了 這燈子下午就下午 為什麼我都去告他 他們是 他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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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媽的